今天的談古論金 我是李婷 本周日晚6點新一期的 談古論金周末版 依舊將會與您準時相約 在節目當中 嘉賓們將會從更為常見的角度 來為您解析當下的市場操作 也請您一定要準時收看了 接下來讓我們把時間交給袁建新 共同來聽一聽 他與今天到場的嘉賓們 在當下的市場當中 又發現了哪些具體的投資機會 袁建新 你好 那今天的一個市場 又再度說亮了 而且今天的一個數量 又近了一個大關 總體上我們看到上升指數 今天只有2889億的一個成交量 近了3000億的一個大關 而且基本上 本周的一個成交量 是一路下行的 除了周二周三 稍有差別 那本周的成交量一路下行 其實你說到這個 很多投資就有點不太明白 為什麼市場的一個成交量 一說再說 意欲何為 那回過頭來講呢 昨天我們在節目當中呢 也跟大家也做了一個 這個技術上的一個講解 那市場呢 在3130點左右 那麼做了一個平台 那麼這個平台 箱體的一個寬度呢 3130到2963 從這個之間的一個箱體呢 這次呢是進行了一個突破 突破之後呢 來到了3288點 實際上就是箱體的一個翻高 所以從技術的一個角度呢 來到了這個位置 本周一到了這個位置啊 基本上 兩度升幅到了 那到了兩度升幅以後呢 技術走勢上 好多投資者都懂這個技術啊 感覺技術到了這位置 好像後面的目標 有點失去的一個感覺 這是一個啊 第二一個呢 本周 包括下周 將會有大量的經濟數據要公佈 那麼在這個關口 由機構投資者 開始出現了一個彷徨 因為對機構來說 數據很重要 意味著這個未來的一個 走勢的一個方向 他們要依靠數據來衡量 讓之前的這個操作對還是不對 是不是需要修正 所以數據對他們來說 極端的一個重要 昨天我們看到一個數據 CPI 讓有些機構投資者 緊張了一會兒 因爲什麼 一下子CPI到了2.3 而且這其中呢 豬肉的一個貢獻不小 這就 有一個記憶 之前的一個記憶什麼 豬肉的一個漲價 會造成CPI的一個上升 造成通脹的一個來臨 造成什麼 我們的貨幣政策 發生一個轉變 所以在目前的一個端口 突然一下子 豬肉的一個價格 讓CPI來到了2.3 貢獻不小 而且 3月份傳統的豬肉 消費的一個淡季 跟2月份環比相比 增長了1.2% 所以機構有點緊張 但回過頭來講呢 現在的一個情況下 單一商品的一個上漲呢 其實是不會讓 央行做出調整貨幣政策的 這種決定的 只有這個好多商品一擊掌 那通常才會來嘛 單一商品是不會的 所以細想之下呢 好像也不至於那麼緊張 這是一個 但今天我們說市場又在等待 等待進出口數據 等待什麼呢 還有涉容數據 信貸的一個數據嘛 這些都很重要 但接下來還有啊 像GDP的數據等等 都是非常重要的 衡量目前市場 到了這個位置 未來的一個方向 到底在哪裡 所以對機構投資者呢 很重要 今天下午的時候呢 大概2點半左右 我們看到進出口的數據呢 是公佈了 那光看數據呢 可能對投資者來說 沒有多大意義 你看到進口增加 這個進口的一個數據啊 我們看到3月份 進口同比是負的1.8% 預期呢是正2.6% 前置是負0.3% 那就感覺好像 有點不舒服是吧 但是如果是結合春節以後 我們的數據再來看 你會發現實際上呢 春節的一個波動的 一個因素很大 但同時 我們也從數據上發現 目前的一個進出口數據 說明內需還是不正 那內需不正 你就不用著急了 我覺得國家有關部門 會出台各種各樣的 刺激消費的一個措施 所以看到這個數據 至少我是這樣想 我覺得下一步 可能刺激消費的一些政策 會逐漸逐漸的安排出台 那這是一個觀點 那第二個 盤後我們看到什麼 色榮數據出來了 信貸數據出來了 信貸數據呢 這次應該說還真是 出了一條 貨幣的這個增加 3月份的一個貸款 增加了1.69萬億 M2同比增長8.6% 信貸數據 很不錯啊 當然得分項來看 我們這邊呢 沒有時間去分項來 一一來跟大家做一個解讀 總體上那個感覺不錯 此外呢 還有一個色榮數據 是2.86萬億 這也是有出乎意料之處 那麼如果考慮這兩個因素的話 那我覺得對於週一來說 這個市場 這個目前的本週的一個等待 還是有意義的 我們等來了一個 看起來 還是可以的一個數據的 一個組合的一個公佈 所以我覺得 這樣的話呢 下週一應該會迎來反彈 但迎來反彈呢 由於本週連續 幫幫幫下跌以後 五六均線已經拐頭 已經形成了一個 的壓制 那這個時候 成交量就顯得非常重要了 那如果還是三千億左右 哪怕你增加 三千五百億左右 三千八百億左右 夠嗎 我覺得如果要去供的話 那就顯得有點坐進見走了 所以近階段市場的一個 資金的一個流向的一個變化 顯得更為重要 這兩天我在每天都看啊 這個龍之龍圈的一個數據 今天看的是實際上昨天的嘛 這個點好像不太行啊 我看到萎縮了 那麼北向資金呢 盤中大家都可以看 最近這幾天啊 盤中北向資金的流向 似乎也有點無序 無序當中呢 是流出的更多一些 所以近階段你要看資金的話 這兩個不能忘 非常重要 那我想結合這兩點 我們給出下週的我的一個態度 我覺得會反彈 但是上方又有壓力 必須密切注意 後續經濟數據的一個公佈 我們再來討論 來 今日 同比增長3.7% 貿易順差5296億元 擴大75.2% 其中三月出口大增 同比增長21.3%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12日發佈 2019年3月我國汽車產銷情況 3月我國燃料電池汽車產銷 均完成86輛 比去年同期分別增長168%和42倍 一至3月燃料電池汽車產銷 分別完成278輛和273輛 同比分別增長7.2倍和135.5倍 截至4月11日 上交所融資餘額報5832.08億元 較前一交易日減少8.45億元 深交所融資餘額報3766.95億元 深交所融資餘額報3766.95億元 較前一交易日增加5.33億元 兩市合計9599.03億元 較前一交易日減少3.12億元 好歡迎回來我們來介紹一下 基本上是投資者也其實在問我 就是說最近的一段時間 好像操作比之前要難了 對 那我給他們的解答是這樣的 就是目前的成交量基本上在9000億左右 9000億除以3600個股票的話 每個股票平均攤下來3億不到 那麼這樣的話意味著就是說 你如果這樣的成交量的話 是無法去推動所有的股票去上漲的 那麼因為之前為什麼1萬億的時候 是會往上推 所以它那個是有一個就是價格比較低的一個關係 所以說我覺得現在這些倉位保持這樣的倉位的話 比較合適 因為不需要全部的推進去買股票 對 好 來聽聽朱璇 我比較重一點 我有八成 八成 但是呢就是這段時間就一直在做調倉的工作 就是因為在一個比較我看好的一個市場裡面 那趨勢沒有破壞這種情況下 我認為就是只是結構的一個轉變 而不是說市場沒有交易性機會 那麼只要跟隨市場的資金的一個情況 只要做一個調倉就可以了 待會兒我們在談操作的時候再展開講一下 這個調倉調到哪個方向去了 再來聽聽劉軍 昨天你是七到八成沒有變 那今天有沒有操作上變化過 今天又買了一點點 就買了很少 那實際上是加重了 加重 雖然是算加重 肯定是加重了 但是很少 就是比昨天基礎上加了很少 還是沒到八 七成多 我覺得現在要談合適吧 這事兒我覺得沒有違答案 不在倉位 我覺得在買的是什麼東西 還是關鍵是餐位 操作的時候再聊 我回到廣美這邊 既然目前市場讓你覺得是 五到七成左右的一個餐位 那你對後市是不是有點看淡的意思 我們來聽聽你對大盤的一個分析 倒不是因為看淡 我覺得從大盤的角度來講 我認為下周應該是旺上攻的 主要是這麼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主持人切到這個 2014年9月17號的這個位置 那如果說把這段圖形切到今天的話 那基本上投資者可能會認為 這個走勢好像就是現在 那麼對就是這一段 就是這根K線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 之前也是從底部上拉 做了一個平台 這個搭了一個平台之後 連續的六七個交易日的上拉 上拉之後又出現了一個平台之後 就是 所以搭了一個很長時間的一個平台 然後一拉現在又有這個平台 然後就出現了一個陰線 然後探底其穩 我們看這個圖形就是 目前是踩在了20天線 然後是5天線和4天線 即將死差的一個情況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認為是後勢是先往上攻的 包括當時的走勢也是往上攻的 為什麼往上攻的 首先是一個 就是目前的這個整個的 就是格局上這個走勢上來之後 它這個就包括周線也好 包括越線也好 它都是剛剛突破20越均線 周線也是 目前是剛剛就回踩5周均線 所以在目前的情況下 它下降的斜率相對來說不會太陡峭 那麼對 下個禮拜就接住了5周均線 那麼這樣的情況下 一般是有一個 踩住5周線向上反攻的一個動作 那麼只有反攻到這個陰線的屍體一半 或者說更上面的時候 才會形成一個我們說的一個壓力存在 就看反攻之後的量 如果說沒有的話 那麼形成壓力之後再回來 那麼以這種結構 震盪結構來等待下方的10周均線的上移 因為如果說你把它確定為真正的牛市行情的話 一般是不會跌破10周均線的 或者說很少是會跌漏10周均線 即使跌漏它也是收上來的 這個投資者可以回去看一下14年的行情 或者998的行情 它基本上就是踩10周線 然後往上繼續上攻的一個狀態 那按照你剛才這樣的一個分析 所以在本周的這個周K線的上半步壓力還是比較大 壓力大 其實壓力大的主要原因是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成交量的原因 第二個方面就是你再往上攻的話 其實10周線是跟不上的 那麼你往上攻了之後再回來一次的話 那10周線就跟上了 那你的言下至於是不是這個位置會跌穿5周均線 碰到10周均線才可以加比較重的一個倉呢 對是大概這樣的意思 就是說從短期來看 我認為下周會往上反攻 所以說這個加倉是 即使周一加倉 我覺得是一個短線的一個行為 然後反攻之後可能要做一個 就是如果說成交量有的話 可能是創了一個新高再去賣出這樣的一個策略 那如果說不是成交量很大的話 那麼意味著基本上是結構性的機會 那麼到了這個新高之前一點 就要做一個減倉 然後等待10周均線跟上了之後 做一個中線的一個加速 目前情況下你覺得多少成交量 可以讓它去創新高呢 我覺得是要大於等於之前第一波的這個成交 就是1萬1千億到1萬2千億這樣子 那實際上戶是就要5200億左右 差不多 那這是目前對於上陣指數的一個分析 那創業版呢 從走勢上來看創業版是弱的多 創業版弱的多 我覺得問題不大 主持人可以切下創業版的月線圖 好 月線圖 目前創業版的這個相對來說 均線也可以留著 創業版的創業版的 先從創業版的月線來看 月線是上個月放了歷史最大的一個量 那麼歷史最大的一個量出現之後 也就是意味著牛市已經產生 那麼一般情況下 而且這個走勢可以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585上來之後 它的這個當時的歷史天亮 就在585的第二個 第二個月還是第三個月 是創了一個歷史天亮的 當時的歷史天亮 對 當時的 對 是585 585 第二個月就是 就是這個月 對 是這個月 這個月創了歷史天亮之後 後面雖然說第三個月是縮量的 但是它是縮量上漲的 然後一路的是上空的 所以目前的位置應該就是 處在585起來 第二個月的這個位置 是非常相似的 那麼如果說再結合 目前的基本面 就是創業版現在的這個 淨利潤 一季度的淨利潤增數 是明顯的比四季度改善了 那麼主要這兩天的它的弱 主要是來自於 對一季度業績 是否有扭轉的一個擔憂 或者說 會不會繼續的下滑 因為創業版的這個 整個的這個 這個業績比 跟這個四季度比的話 是有點擔憂的 對 那麼現在這個事情已經落地了 落地了之後 這個可能就是有新的一些 預期二季度會轉好的 這樣的一個 因為包括這個減稅的這個政策 已經都出台了嘛 而且是扶持民營企業的 那我覺得這個落地了之後 它的反攻力度 相對來說會比較強 加上創業版的彈性 加上目前的這個 它的調整的位置 非常好 其實我們看一下 它今天的位置 正好是 它是月線是吧 不是就是月線啊 還是月線 月線就是正好是切到了 上個月的收盤的這個位置 那麼再往下切的話 就意味著要 一般情況是很少見的 就是切到月線的20月線以下 這種可能性 我覺得是很小 那所以它的相對來說 反攻的力度會 反而會可能帶動這個 那對它來說 成交量也是很關鍵的吧 今天的一個成交量 是到千億以內了 千億以內 是因為回調的時候 千億以內真是好事啊 如果說一旦 齊文反攻向上的話 它只要放 不是很大的量的時候 它就可以去 再去挑戰前高了 只有挑戰前高 就是摸到挑戰前高 甚至突破前高的時候 它的量會出來的 好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 廣民呢 對兩個市場 這個上陣和創業板 都做了分析 對於上陣來說呢 可能要拉回 找到十周均線以後 再放量上漲呢 可能會更高一些啊 我們再來聽聽朱璇 對於目前市場 你剛才從倉位來說 比它要更積極一些啊 那對後市 是不是也要更樂觀一些呢 起碼在近期的話 我也認為它會去挑戰前高的位置 嗯 然後我對於現在行情的判定呢 中線是依然處於一個上升的趨勢 嗯 然後那個短線呢 就前面是個波段的回調 然後這波段的回調呢 我們其實在任何一個趨勢裡邊啊 我們的交易策略 上升趨勢裡邊 我們的交易策略其實叫做 順大事逆小事 嗯 什麼意思呢 就等於說它向上衝的過程 就拉長陽的過程裡邊 我們不一定去跟 但等它調整 調整到趨勢的下軌 你強支撐的時候 嗯 我們要敢於去買 不要等它漲起來 再去那個高 漲得衝了很高 之後再去追高 嗯 因為這種尤其像大盤 它往往是趨勢 大部分時間都是趨勢 它的趨勢都以震盪的形式 往上去走 嗯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所以這段在下軌的過程當中 我認為它趨勢維持的情況下 正 那麼這個震盪上調 它不是說完結束 還是說它只是說它等待 就是換一個品種 或者換一個主題去那個上漲 就市場換一個分隔 這也是我其實上週講了 其實是一個分隔的切換 所以在這過程裡邊 我更多不是減倉 我減的是我做的事情是挑倉 嗯 就是把倉位從之前的那個提材炒作 轉向了製造業 還有機械 還有包括那個機 就機械啊 包括房地產等一些偏傳統的一個行業 嗯 尤其是今天其實色龍數據的一個出台 也支撐了我這個的一個看法 嗯 色龍數據這次是2.86 對 因為色龍數據首先它大幅增加 這比色龍數據增加 代表這個社會的總體的投資啊 在那個投資活動在增加 然後從它細分數據來看呢 實際上它的就是金融領域呢 非銀金融領域它反而是有所收縮的 反而是房地產和那個就是 非金融機構它的增長是比較明顯的 尤其是非金融機構的話 它的增長是非常明顯的 也是最大的一個權重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非金融機構嘛 我認為 不是我認為啊 就我們大致可以認定它是什麼 它就是說製造業啊 包括一些就是社會的生產經營行為 當然它錢是不是能最終到這裡 咱們不知道 但起碼從這個風向來說 它是這個是很明顯增加的 對 那麼這個增加的話 其實就意味著是市場當中的製造業 和就是製造業受到了一個利好的一個刺激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認為我的調償和這個消息是相對來說 是比較吻合的 然後我也認為這個位置反彈其實是一觸即發的 然後一觸即發就是這個 但是短期它會 就像剛才聊的 它碰到五日線應該是有壓力要等一等 但是 之後還會繼續向上 會去創新高 而對於提財股來說 我認為這個交易難度啊 其實短期來說是增加了 就是因為題材股它的方式是低 剛開始很高 一次比一次低 一次個題材 一個題材比一個低 對 低到現在其實是一個近乎冰點的位置 那我們在這種冰點的位置 大家很多 不是很擅長這個交易的人 就不要去介入了 寧可等它接下去 它又會爆出一個特別大的一個題材 這個過程 不停地超越 那這是不是意味著目前情況下 創業版的機會更小呢 創業版 現在創業版的指數其實帶 它並不靠科技帶 創業版它其實現在主要靠的是養殖 養殖和一些醫療的個股 其實創業版 就是權重的幾個 對 權重主要在帶 所以它跟科技 它的指數跟科技關係 並不是很大 你覺得跟題材的關係不是很大了 對 它只要 其實只要就是那幾個權重股 權重股在漲 創業版的指數就會上 其實它只要平中就OK了 所以從這些角度來說 我認為現在市場 還是機會遠遠大於風險 就是你要把握這個結構 但是有一點 我很有可能在五月中下旬 開始 將手頭的倉位 大量檢查 我現在不想問你為什麼 反正你說了到五月中下旬 我們以後有的是機會 到時候再來問你為什麼 好不好 那現在你們的結論 都是現在這個位置 會反彈 甚至只要成交量放大 過五日均線 還會創新高 對吧 對 好 這個是朱璇的一個觀點 非常明確了 但同時也留了一個尾巴 五月的中下旬 它會有一次減倉的一個動作 大家給我記住 到時候通過我們的平台 給我們提問 到時候我再來問他 好不好 好 再來問問劉軍 這個市場 現在呢 數據呢公佈了不少了 那今天呢 很虛弱 就這點成交量 兩千八九百億 這個是不是縮量縮到底了 該反彈了 量呢 是這樣的 我覺得當然了 你這個這個 現在是縮量 在漲的時候一定是要放量 但是我也不覺得它一定會創出一個新的天量來 沒必要 為什麼呢 因為過完春節以後 是大小一起漲 對 是雙線作戰 那麼從此以後呢 基本上很難見到這種情況了 就是或者是大的漲或者小的漲 它並不會是大家所有的股票一起漲 那因為大家知道 過完春節以後非常快 當當當幾根陽線上來 那時候是普漲 沒有不漲的 那麼越往後 它這種結構的分化其實越明顯 結構分化明顯了 它就不需要放那麼大量 那麼也就是說 其實向上再推動股指呢 沒有必要創出天量來 縮量上漲是可以的 如果一旦再呈現出歷史天量的話 我倒覺得可能是一個 分歧開始了 需要打問號或者說警惕的時候了 那麼現在的行情 我怎麼去看待 看現在行情原理是什麼呢 你歇一下上陣的周K線 好 其實很簡單 用我們北方的話就叫攤牌講道理 攤牌講道理 什麼意思呢 我們其實看看這幾根K線就比較明顯了 那麼這波行情2440以來這波行情 量的中心位置在這兒 發現了吧 就是以它為中心 這是一波天量 它對應的K線是什麼呢 就是天量對應的K線是非常難看的一根K線 那你現在走到這兒了 看是創新高 在當周 如果就走在當周 你覺得這個是什麼 爆出天量的一個長上影的這麼一個墓碑 對 對不對 很難看 但是不好意思的是什麼呢 就這一根K線的基本上最低點收盤的低點 恰恰其實是個買點 你要是在那賣了的話 現在基本上是賣在最低位了 調整最低位了 那也就是說 那麼這根天量主力在做的是什麼 我們姑且算 假設 你要不是就兩個選擇 要不是你就是洗盤 要么你就是出貨了 你放出天量了 對不對 那我們先說它是出貨了 如果是出貨了 那你後來拉升到現在 那就是又多 它被散戶洗了 那你就又多 對吧 對吧 那如果是在這真正出的貨 在這你再又多了 如果真下來的話 那就不是補缺口的問題了 你出貨點位在2960到3100點 中樞基本在3000點附近 如果在3000點附近出的貨 你認為2800就是底嗎 我覺得2400都夠嗆 能守得住 這是如果是說它出貨 那如果不是出貨 那在這不就是洗盤嗎 那你如果說它在這洗的盤 你覺得它還會回來嗎 也就是說我把你洗出去了 然後再拉回來再讓你上車 你覺得這種好事它會存在嗎 那也就是說 其實我的邏輯就在這了 那你現在判斷 我覺得至少現在來看 你回去破2400這種概率並不大吧 那如果是這樣 也就是你前面你不是出貨 不是出貨 那就震盪了這麼幾周 那也就是說是洗盤換仇的第一個動作 也就是說在此之後打起一波 是一波新的行情 那麼你要是這樣說 現在調整調整收量了 我就認為差不多了 它不一定是從週一開始 就這麼3500 3600上去了 它可能上一下再回來 再回來 構成一個新的平衡 這是一個 二一個 我們知道前一波的主打品種 圈商 那麼圈商歇了 它要換新的 圈商我認為再起它也不是龍頭 我是這麼感覺 因為說實話 雖然說今年的業績看似同比很好 但是價格同比也不錯 那麼價格現在來說 我感覺它的業績跟它的價格相比較 我覺得現在的業績不足以支撐現在的價格 或者甚至於更高的價格 因此再起它要切換 要切換 要換成一個新的主打板塊 那麼這是一個主板這塊 小票這塊 我覺得真正要起的話 後面恐怕機會要大於主板 後來我們講的 上半月看大的 下半月看小的 其實小票現在它的這種結構 其實就是我們幾週前 上正指數的翻版 相體整理 後來現在等待突破 只不過它這一次會不會突破 看小票是要看量的 因為小票這周周線 是個穿頭破角的一根大陰線 對 這根穿頭破角是嚇唬人呢 還是真見頂了 其實很簡單 再起來有沒有量 第二點 這根K線的半分位 你打得過去 打得過去 打得過去 加仓再幹 打不過去做反彈 你再慢一點再回來 它還會再等待機會 我也不認為這根線 就一定是頭 只不過呢 就是說 你一下子上去 我確實我現在抱懷疑態度 可能調整並沒有這麼簡單的 就結束 確實 從時間的一個週期上來說 4月的中下旬的時候 幾差的都要出來 幾差的好像創業版 就醜媳婦要見公婆 小票裡面還多一些 所以這個位置 你覺得好像不能一次過 我倒還比較同意 那這是對於盤面的一個分析 那接下來我們要聽聽諸位 對於操作方面 如何來跟我們投資者自製招 那先呢我們要請出廣民 廣民呢 有一位投資者 估計是蠻了解你的 他提的一個問題 是提到了平均股價的 他提了一個問題 說下一階段佈局什麼股票 或者什麼股票 具備中線持有的一個價值 並且大大強於平均股價指數的 能不能解答一下 這個在操作的一個過程當中 這個說操作的一個過程當中 來跟我們一起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好嗎 好的首先我說一下平均股價 平均股價其實代表了 3600個股票的平均 那麼怎麼來跑運平均股價呢 其實也很簡單 因為平均股價裡面包含了好的股票 中等的股票和差的股票 那麼首先第一個 你要剔除差的股票 就是這種ST的你肯定先剔除在外了 然後足跡的這種拍 剔除差的股票其實很好剔除的 接下來就是好的股票和中等的股票 我偏向於你去找中等的股票 也就是說二線籃籌 包括一些新興行業 一線籃籌的話你舉個例子 你買一些工商銀行建設銀行 這些肯定它屬於一線籃籌 如果你工商銀行指望跑贏平均股價 太穩了一點 也比較難 所以說我的主要的方向集中在於 二線籃籌和新興行業 新興行業裡面比如說人工智能 這些芯片這種都是新興行業 然後二線籃籌 今天我會提到正好講到一個 二線籃籌的板塊 那麼基本上近期的一個配置 原來的跟大家講的四大金剛 就是5G 然後券商電器設備這一類的 這些股票其實基本上 就像前面劉軍也提到了 券商的話基本上已經漲了一大波了 我肯定要從這個裡面的倉位測出來 測出來之後換什麼呢 換現在的有色板塊 我覺得有色板塊或煤炭板塊的話 其實上次我做電話錄音的時候 也講過了 其實這上個禮拜是拉了一波 但現在又回來了 我覺得應該是 給現在的一個點位來說 是一個好的買點 雖然說指數可能微微創新高 或排除這些板塊會 它的指數會先創新高 那麼稀土板塊 是我最近比較看好的板塊 那麼首先來看一下 其實現在的氧化 就稀土的這個裡面 有很多這個細分的 就是名稱 比如說氧化D和氧化特 氧化浦 氧化女這些 都是稀土的這個品種 那麼其中的這個氧化D 它今年的年初到現在 是上漲了16.5% 氧化特是上漲了6.1% 那麼這兩個其實 漲幅還是屬於不錯的 那麼在這個基礎上 我們看一下它的一些 超預期的可能性 那麼看好它的三大理由 第一個是國內的稀土開採的指標 現在是有明顯的下降 原來是大概是73000多噸 現在19年的工信部 給出的這個指標 是下降到6萬噸 那麼降幅達到了20% 那我覺得它是構成 稀土供給這邊的一個下降 那麼對它的稀土的這個價格 有一定的支撐 或者說有所上漲 第二個國家海關 將停止這個 禁止那個進口的緬甸礦 大概是在兩個月以後 那麼也就是說 現在還沒有反應 完全的反應出來 當兩個月以後的之後 它這個一旦是那個緬甸礦 是禁止進口的話 那意味著國內的這個 稀土的價格還會有所上漲 那麼這個是未來 所能看到的一個預期 第三個是國內的產量 現在在明顯的下降 包括這個氧化 那個氧化特 它現在的產量下降大概是 上個月大概是40%到50%的一個降幅 那麼這三個因素 再加上它本身價格 就主在上漲階段 那我覺得它有一個 後面有一個預期的話 那價格還會持續的上漲 跟現在的一些相比來說 跟現在一些化工漲價的這個 邏輯是一樣的 但是它的價格 要比化工的這個股票的價格 要便宜得多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存在一個 我們說的市場當中的一個挖地 那麼當然要把 我如果有化工股的話 我就是把它換到這個板塊當中 那麼這個就是 調仗換股的一個邏輯 好 確實 實際上也是從漲價概念當中去尋找 既然有的漲價概念 現在已經漲高了 那是不是找沒有漲高的漲價概念 其實它就是這個邏輯 那麼從現在它發現了稀土 稀土當中也在漲 但是股價沒有漲多少 所以從已經漲高的股價當中的 這些漲價概念來尋找 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邏輯很不錯 再來聽聽朱璇 那近期在調些什麼場 我首先講一下 我今天關注的這個板塊 其實是我早上寫的 這大盤就是今天下午 下午沒有拉之前寫的 我希望就是讓大家 就是能夠讓大家感 就是共同交流一下 在大盤沒企穩的時候 我們該去關注什麼東西 首先我會關注能企穩 就在這個比較關鍵的位置上 就是首先要關注能企穩指數的板塊 怎麼能企穩指數 而且沒有暴拉過的一些板塊 那首先什麼呢 我覺得像銀行 銀行算 然後證券這段時間 其實休整的挺長 它可以在這個位置 帶領市場的一個情緒 第三的話其實就是基建 就是我們前面講過 其實實際上基建這一塊 並沒有出現一個明顯的上漲 其實有資金的也涌動的一個情況的 所以從帶領指數角度 我們觀察這幾塊 最後的話 實際上我們看今天其實是偏基建類 基建對指數拉伸是比較明顯的 然後其他但是要避開什麼東西呢 就是行情在切換的時候 我們要避開什麼東西呢 我們講過切換切換 切換的時候其實我們講 是前後其實分開的 之前爆炒過的那些板塊 就前段時間爆炒過的那些板塊 比如說什麼工業大碼 對吧 比如說什麼一些化工漲價 是我們都需要去避開的 因為它已經把股價 把利好已經充分的一個透支了 雖然它可能業績會出現一個 比較好的增長 我說的化工 但是實際上它股價已經 把它這些全部都透支掉 那麼接下去 其實機會就不是很大了 對吧 然後接下去我們還有關注什麼東西呢 其實就叫做領先大盤回調 並且帶領大盤起穩的 就是就像今天的那個養殖板塊 養殖板塊今天我其實有所佈局 就是那個因為這個股票拉起來之後 這個指數啊後天慢慢有點 有點抗跌的味道了 而且當初這個大盤起來的時候 養殖板塊一馬當先 那麼在這個位置的話 它有可能帶領大盤進一步的往上 那麼我去那個佈局 然後還有那個5G板塊 5G近期可能會有所利好 有所利好 然後從業績角度非常關鍵 就是那個關注去年 年報大幅增長 一季度大幅增長的 就持續的 而且股價沒有大幅上漲的 很重要 股價沒有大幅上漲的 對 很重要啊 確實 那麼包括前期漲高又回落了 那可能也會產生一些機會 剛才提到的像養殖板塊 可能就是這方面的一個案例啊 那接下來我們請劉軍再來 跟我們介紹一下 來 其實現在做呢 我覺得呢 恐怕你想的得相對中線一點的 因爲什麼呢 因為大盤現在還確實有不確定性 雖然後是我覺得相對樂觀一點 但是畢竟還是有不確定的東西 所以說呢 你把這個線路放得更中線一點 這是一個 第一個 第二點呢 剛才這個有朋友問廣敏的問題 其實大家都非常期待的這種結果 就跑贏平均股價 跑贏指數 說實話很難 我的意見呢 您在這個目標設定之前呢 您先跑贏自己 你先跑贏自己 然後再去跑贏大盤 嗯 什麼叫跑贏自己呢 我舉個例子 那在春節期間 您不管是買過哪支股票 到現在這段時間裡頭 您賣掉了 賣掉以後 您再去做其他的 自從這家股票賣掉以後 你的賺取的收益率 你和如果這支股票你沒賣 一直拿到現在去做 都比较 你是賣了合適還是沒賣了合適 你如果是賣了我收益率更高 那你就跑贏自己了 你的下一目標就跑贏大盤 如果是說我刀斷了半天 我還不如不賣它呢 那就是你跑輸自己了 其實我的意思是什麼呢 有很多的很多的品種 還依然在底部 但是這些品種 隨著航行的進展是越來越少 珍惜底部的品種 只要這支票基本面沒毛病 它一定會上來 甚至說有很多的股票 牛市就到這 幾次頂都在這 熊市就到這 幾次底都到這 其實寫明白了 拿出去不動就可以了 目前情況下呢 自己有些票要得真是 這一點我非常同意 那麼剛才也提到了 要跟自己來做一個比較 千萬不要覺得 自選股就是不漲 就是不好 不漲沒到時間 到了時間一定會漲 好不好 這是我們談論的大盤 和相應的一些操作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今天請來的 場外嘉賓是誰呢 余漢星 短線操作的一個高手 聽聽他在目前 只有2900億左右的一個成交量 怎麼操作才更好一些 聽聽他 來 我們請出 今日指數以十字星報收 但在盤中 小票縱縮的比較明顯 這說明 短線資金有調仓換股之前 換言之下周出的反彈是可期的 但能不能再一次衝擊 3288點的關鍵 依舊還是取決於提拆股 或者說是高位票的一個走勢 在短線高度被限制 在8連板的情況下 最高是不合時宜的 所以要密切關注 短線資金的操盤手法 是不是從連板模式 轉變成了幾千幾百模式 近期最好的操作辦法 依舊是持股之後高拋低息 做自己熟悉的股票 等短線高度被打破之後 再選擇去追高 可能會相對比較安全一點 同時密切關注一下 漲幅榜上標誌的質量 看看是不是都是 以10塊錢以下低價股為主 若是以低價股為主的話 短線層面不妨可以考慮 智漲的板塊 對人比較看好的 是一带一路和ST3嗎 最近期間線推特 《唔三個世紀》的經典 《老鳳翔》 開始時期間 深入底山清智的 火力就现在 孩子能够这么优秀 妈妈必须要努力 要超越孩子 谢谢你那么久 包容我的坏脾气 我爱你 我又证明给别人看 女人的尊严 是靠自己来证的 不是靠别人施舍的 我觉得再美好的歌声 再伟大的梦想 都没有家庭与生活的美好 来得重要 一个孩子的善良 是另一个人的幸运 为别人创造幸运的你 很赞哦 欢迎回来股市聊聊八 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技术吧 接着就继续请刘军 带来K线之旅 大家好啊 昨天呢 我们聊一聊这个 常上瘾的阳线 如果出现低位 怎么去处理 那如果这根阳线 出现在高位 我们又该如何去处理呢 那高位的常上瘾阳线呢 就是股价经过大幅上涨以后 收出这种常上瘾的阳线 说明上方压力沉重 大批的筹码选择高位对线 股将后期将转为下跌 那么这个阳线 它具备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 股价必须 它已经积累了 比较大的涨幅了 第二个呢 上瘾越长 说明抛压越大 第三个 如果遇到 它确实有很长的上瘾 但是它是一根中大的阳线 又不是实体很小 实体也比较大 那么这一根实体中心的位置 就不得有失 一旦失守 那就意味着市场已经转弹了 那我们看一看案例啊 你看 这时候呢 一路上张以后 出现这种上瘾阳线 你发现了吗 它这个实体的二分之一 始终守着 在这守着守着 你看回来以后 到这其实还守着 没事继续涨 但是 你看在这儿了吗 再出来以后 转天一开盘 就在这实体二分之一下开盘了 虽然盘中 曾经向上去试一试 但是最终 还是没守住下来了 继而出现了一个 连续下跌的过程 所以说 在高位 如果出现这种 阳线带实体的 这你要对对 二分之一的位置 非常关注 来再看下一个题板啊 下一个案例 你看 在高位了 拿出来了 始终是上瘾线上瘾线上瘾线 出出了好几个 不涨了 是吧 虽然说 你看这不是调整吗 缩量调整吗 但是调整是调整 但是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个上方压力沉重 二一个还是 这不有实体吗 一半 你站不上去 那就 这一半 你上不去 上线总不被打掉 那么 往下一走 把前面的阳线一打掉 那就是 我们 所说的什么 卖点 所以说高位 碰到压力 没关系 牛市的时候 压力全是被打掉的 到什么时候 它打不掉了 反正什么呢 支撑给破掉了 那这时候 就是您 毫不要犹豫 离场的时候就到了 好 谢谢刘军的聊聊吧 可以先自立 我们稍事休息以后 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 微信连连看 欢迎来到微信连连看 一周的交易结束了 大家在操作当中的得失 又怎样呢 我们来看一看 观众朋友们是怎么说的 欧阳大盘 他说本周陆续减仓到了两成 剩下的个股盈利已经是超过一倍了 也就不那么急于获利了结 接下来逢急跌 再把那些熟悉的个股捡回来就可以了 从这条留言来看 这位观众是选择了 在他熟悉的个股当中 进行了高抛低息的操作 而底仓的盈利也是颇为丰厚的 那不知道您在本周 有没有取得好的盈利 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 与我们来多多交流 接下来把时间继续交还给袁建新 基本面 技术面 资金面 我们在寻找面面最大的你 学术派 理论派 实战派 我们更在找寻自成一派的你 个人的角度 纵论古海 分享炒股的酸甜与得失 散酷的眼光 横观市场 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 从现在起主要发送 我要报名加联系方式 到第一财经 谈谷论经官方微信 就有机会成为 谈谷论经节目的座上边 欢迎来到小散之家 谈谷论经 讲述我们老百姓 自己炒股的故事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投票的一个结果 我们投票的问题是 当下较为合适的仓位是多少 我们提供了五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是满仓持股待涨 有32%的投资者 是选择了这个选项 B选项是半仓以上 不错过机会 18% C选项半仓 14% 半仓以下等待机会 18% 空仓持币观望 18% 那看来仓位比较轻的 加起来是36% 来看一下留言 蓝月亮说 信贷涉龙超预期 下周一上涨 无悬念 今天在大盘调整时 没有买入股票的 要累汪汪了 韩江华说 周五不满仓 周一泪汪汪 看看港股最后的表现 就知道满仓的人 下周能喜笑 言开了 其实现在你做港股的渠道也挺多的 咱们互股通 深股通 有反向的南下资金 即可就可以做 那看下面的一条 三点水说 如果今晚美股高开震荡 外加经济数据MR的利好 只要周一市场高开 没有补缺的迹象 那么当天 创业版必定收中到大洋 IF7子短期截指标上涨力度会很大 下周周线可能出现中到大洋 这三位都是看多的 那第四位老法师18 说今天数量小幅下跌 我认为3288点 中期头部 基本确定 今天是下跌中期 每次反弹 都是减仓的机会 拭目以待 现在是三比一的一个关系 后面有一位投资者是问我 说想请问一下 券商币怎么买卖 折算又是什么意思 谢谢 券商币 这个是一个基金 你也可以当股票一样 是在交易软件当中买卖 手续费还少一点 因为它印花税是不交的 基金都是不交印花税的 这是一点 第二个提到折算 目前情况下 券商如果是一直向上涨的时候 折算的这个事情不用考虑 它主要是因为什么 分成券商A和券商B 券商A是享受固定收益这一块 所以一旦如果下跌过分了以后 它有一个规定 要进行一个折算 就是把你手上的B部分 要一部分滑到A的那里去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好吧 那么朋友们 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发过来 我们小编会选择有代表性的问题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交流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进入明日抢先报 目前市场每天都有热点 板块轮动太快 总是选没到好股票 怎么办 别着急 让智能选股力气多空雷达 帮你轻松把握行情机会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立即上手使用 早点了解 轻松交易 多空雷达得益于 新浪大数据分析系统 逐层挖掘市场投资行为数据 搭建当下强势股走势模型 并在三千多只个股中 一一对照 挑选出形态良好的短线龙头 扫描二维码 免费体验 让多空雷达帮你找出 当下的好股吧 智能选股更要把握买卖时机 而多空雷达特有的黄金三角 则可以清晰地发现 买卖趋势 红色表示多头信号强烈 可以开始关注 蓝色出现时 空头信号预警 投资者要谨慎观望 操作简单 提示及时 现在扫描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相信事实会给你答案 把笑脸和祝福 转给心爱的人 农行掌声银行 刷脸转账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 请安全使用燃气 欢迎回来 下周一的A股 又将迎来怎样的开局呢 马上跟随袁建新 进入到明日抢线报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上证指数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呢 是踢开探底回升 尾盘呢 非常遗憾 没有最后是收红 大幅数量 收了一个假扬的十字星 观望的气氛呢 是非常的一个浓重 下周呢 我想如果是上冲的话 仍然会受制于 五日均线的一个压力 从指标的一个角度来看呢 月线多头 日线呢 是空头的一个状态 跟昨天一样 周线呢 是多头顿化 目前呢 要保持观望 下周一的参考波动区间 3172到3215 我们来看一下 60分钟线的一个情况 受到五小时均线的 一路下压的一个 下行的一个压制 这个只是在尾盘的时候呢 是站回到了 五小时均线上方 周一呢 有可能去上摸上方的 30小时均线的一个可能 指标目前是 转多的一个状态 可以保持观望 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 创业板呢 是震荡收敛的一个走势 今天呢 这个上下波动的一个区间非常小 午后呢 有下破 这个下破的一个走势 但在尾盘的时候呢 最后一小时有拉回 我们昨天就说了 不破不立 成家量呢 是缩回到了千亿以内 收了一个十字新线 周一反弹 可能上摸五日均线的一个位置 但是上方 我们认为压力比较重 是很难站稳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说 月线多头 日线是一个空头的一个趋势 要注意啊 周线呢 是转空的一个趋势 保持观望 下周一 参考的波动期间 1685到1703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 60分钟线的一个情况 很明显 受制于五小时均线的一个压制 第一点呢 是逐渐下移的一个走势 但是下移的幅度并不大 其实连续大概有七个小时 一直在120小时均线这个位置 那么今天呢 是在这个下午的第一个小时 破了120小时均线以后 然后最后一个小时 不破不立 回到了五小时和120小时均线的一个上方 下周是有希望去上摸 上方的60小时均线的指标 空头顿化 保持观望 好 我们这个明日抢先报就到这里 接下来呢 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 有看头来的板块 来 目前市场每天都有热点 板块轮动太快 总是选不到好股票 怎么办 别着急 让智能选股力气 多空雷达帮你轻松把握行情机会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就能立即上手使用 早点了解 轻松交易 多空雷达得益于新浪大数据分析系统 逐层挖掘市场投资行为数据 搭建当下强势股走势模型 并在三千多只个股中一一对照 挑选出形态良好的短线龙头 扫描二维码免费体验 让多空雷达帮你找出当下的好股吧 智能选股更要把握买卖时机 而多空雷达特有的黄金三角 则可以清晰地发现买卖趋势 红色表示多头信号强烈 可以开始关注 蓝色出现时空头信号预警 投资者要谨慎观望 操作简单提示及时 现在扫描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相信事实会给你答案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欢迎回到《谈古论经》 马上进入有看头来了板块 接下来我们请出杨守俊 请他给我们分析一下 今天的市场热点 不要忘了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爱维码 可以和有看头来了讲师 获得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杨守俊 好的 欢迎收看有看头来了 我是杨守俊 每到周五都是我们对过去一周 做一个总结 以及展望一下下周的一个操作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那么其实在对于过去这一周的 这样的一个调整 我认为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其实大家换位思考想一想 熊势力都有反弹 那更何况牛势力它不能调整一下 因此这样的一个调整 对未来的一个上涨 我认为是更加的良性一点 那反过来过去的一周 我们反复的再跟大家强调一点 就是操作的一个节奏 不要去追高 我们尽量的去追踪一些什么 回踩到位的板块 那过去一周 我都在结合大家 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自贸概念 这样一个板块 我们看周二回踩到位之后 周三周四周五 是不是这个板块就联系的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那同时我们昨天 给大家演示的这样一个个股 我们看下一张PPT 我们昨天节目当中 给大家演示一只个股 同样是回踩到位之后 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并不是非常强 那这样的个股却打出了一个 反弹的一个新高 所以说你只要节奏对了 接下来这个市场当中 本管大盘涨还是跌 都是有机会在这个市场当中 得到一些收益的 那回过头来说 下一周我们关注哪一个板块 我们看下一张PPT 如果说你的板块 跟你手中的个股或者板块 跟这个软件服务板块 有点类似的话呢 那我觉得下一周 有大概率它是会出现反弹的 那么从走势上来看 它现在已经回踩到了一个 前期的一个平台位了 那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我在节目当中 经常跟大家演示的 这样一个多空能量线 我们注意到 它在这条红线 它其实这段时间 不管震荡还是调整 始终是向上的 也就是多方处在一个 控盘的一个状态 那同时有一个细节 我值得拿出来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这条蓝线 它每一次接近到红线 重新上拐金叉的时候 都能引发一波 或大或小的一个反弹 因此结合现在技术走势 包括这样的一个特色指标来看 我认为 软件服务板块 下周是很大概率 会触发一个反弹出现的 那么讲到这里 您手中的个股和板块 是不是跟软件服务一样 也能够满足这样的一个 触发信号的这样一种条件呢 如果您不太清楚的话 一样可以通过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 找我们来做详细的咨询 以对下周的一个操作 可能有更大的一个帮助了 那当然了 这样的一个多控能量线 其实在所有人的 免费软件当中都是有的 如果大家不会用 也可以通过二维码的一个方式 找我来做进一步的学习交流 当然节目最后 我们看最后一张PPT 我还是给大家 在软件服务板块当中 找了一个类似的 这样的一个个股 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回踩 是非常到位 正好到了一个箱体 下沿而且是已经缩亮了 那同时下方这条能量线 也是触发了这样 第三次的一个 金叉上管的一个动作 这个板块它也是结合了 长江一体化 就是最近我讲的 这样的一个自贸概念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概念叠加 如果大家有兴趣 去了解一下的话 记得来找我们交流 好的 接下来我把时间就还给老员 好 欢迎回来 那么周一的市场非常重要了 我们说因为出台了一些经济数据 那么大概率周一可能会跳空高开 那跳空投资者该怎么办 我想这一点应该也非常重要 我们来听听三位嘉宾的一个意见 跳空要不要追 光明 跳空我觉得先就冲进去再说 先冲进去再说 对啊 那不管跳空多少 就跳空的多么 反而是强势的表现 因为像前几次都是跳空的幅度很大 如果说跳空小了 反而是相对来说会弱一些 刘军好像不太同意 我看一直在乐 不是不是 因为我自己仓位已经不低了 跳空就算了 你跳空你会给吗 你会抛吗 不会 那应该还是同意他的观点 不是 那肯定不是 不再冲了嘛 不再冲了 再冲就满了嘛 对 再冲就满了 那朱玄呢 2019 浦东聚焦发展七大创新产业 数据杆着力打造未来信息生态 根本的价值取向就是预测 大数据教育消费习惯 让每一个红绿灯能够说话 大数据企业为何纷纷落户股东 原材 产业生态 数据党如何缔造未来生态 我们就提升服务嘛 警惕数据化霸权 要有龙头企业 头脑风暴 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展示共和国七十年光辉历程 展现十八大以来历史性变革 全国新闻战线共同行动 大型主题采访活动 壮丽七十年 奋斗新时代全面启动 贯穿全年 覆盖全国 挖掘普通百姓的中国故事 揭示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 全媒体采访报道 多平台推出呈现 共庆七十华诞 共享伟大荣光 共祝复兴伟业 看着头 跟着头 聊着头 玩着头 有看头 让投资更简单 想躺着头 有看头 让投资大有看头 博士千万家 有博才有家 博士家 观众朋友晚上好 本京时间二十点整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